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开始今天的专题讲座 感谢主带领大家来到第三专题会场 参与周晓芹姐妹的专题 困境中看见更高的呼召 为了帮助大家可以顺利的参与本专题 我们的同工团队会协助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的技术问题 请通过聊天的功能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同工程弟兄 我们在讲座的后面也会安排提问的时间 请你把你的问题通过聊天功能 发给我们的问题收集同工周姐妹 当提问的时候 我们会关闭大家的视频音频 采用留言的方式 请大家你的问题围绕着本专题的内容来提出 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请你到新生命热线的微信平台留言 关于听讲我们有一点提醒 有很多弟兄姐妹是为了自己关心的亲友 可以得到帮助来听这个专题 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 感谢主你有这样的爱心 但是如果你想真正的来帮助这些亲友 你需要先为自己来认真地听这些真理 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 才能真正的来帮助别人 下面我介绍一下本专题讲座的讲员 周晓芹姐妹 周晓芹姐妹1989年武汉大学化学本科毕业 1990年来美国 随即悔改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 他是明尼苏达大学化学博士 密歇根大学药学院博士后 圣经辅导硕士 曾在美国医药和医疗器械业 从事研发工作20年 与先生养育三个成年子女 信主之后呢 他们一直在教会和校园团契侍奉 现在是全时间侍奉 在生命纪刊的网络圣经辅导做同工 同时协助先生牧养一个教会 周晓芹姐妹的信息 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 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 本次大会呢 他讲了三堂系列专题信息 从耶稣的故事引导年轻人学习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带来今天的专题 困境中看见更高的护照 谢谢 主持人也是我们圣经辅导 生命纪刊圣经辅导团队的 这个同工小哪弟兄 这个神的话 不光是对年轻人 对任何年纪的人 其实都非常管用 我说实话 我跟你们讲 对我自己也是很管用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两堂 第一堂的话 我们都是从约瑟的故事 看见约瑟在17岁以后 困境中怎么追求以上帝的同在 第二个就是他怎么做自己 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做起 做自己尽好自己的职责 今天我们要看就是 在困境中怎么看见更大的一个图画 也就是说更高的这个护照 你也可以说是看见上帝的美意 好 这个约瑟的时间表稍微再过一下 就是约瑟他在17岁的时候 记住17岁 我们很多人17岁还在家 四体不请五国不分 啥都不做 就读书 还整天打游戏 烦爸爸妈妈 约瑟这个时候就被卖为奴隶 28岁的时候在监牢中 为酒镇解梦 30岁从监牢出来 一瞬间做了宰相 39岁也就是在 第七个荒年中的第二年 他的家人来埃及 与他相见相认 因为这年纪就是待会儿我们讲的时候 你可以跟自己对照 好 我们再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 几乎世界上99.99%的人 都是遇到困境以后 心里觉得特别的苦 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为什么苦 我们在辅导中见的人多了 自己也分析 自己也分析 在看圣经 我归纳出来 人之所以在困境中的苦 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觉得自己很孤独 就自己这么倒霉 第二个原因是 他看不见痛苦的意义 第三个原因是 他看不见痛苦中的出路 其实他的苦都不是困境本身苦 看见没有 他的苦都不是困境本身苦 他的苦其实都是在思想中 在意识形态中 我们待会分析 你就会发现 这就为什么 我们需要认识圣经真理 我们才能够 就是在困境中 活得高兴 活得喜悦 好 我们来先 我先 我问你几个问题 我帮你分析 你就看我为什么 刚才我说了三个问题 之所以苦 是第一觉得很孤独 因为我觉得 就我最倒霉 第二是觉得 我干嘛受苦 这有啥意义呢 是不是 如果我知道我受苦 是有意义的 而且这个意义很明确的话 其实我就不会觉得很苦 是不是 第三个是我觉得 这苦是没完没了 什么是 哪年哪月才有出头之日 就是这三方面 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经中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对约伯记非常熟悉 如果你很熟悉的话 你知道约伯的日子可真的是苦 那真的是苦 经常有人跟我说 他怕上帝对待他像约伯呀 我说你觉得你你的人品有约伯那么好吗 你觉得上帝会嫌你做约伯吗 上帝还专门挑人才会 是不是的人还做不了约伯呢 约伯呢非常痛苦 你会发现他前面差三十多张 他都在那个地方哀怨了 他的这三个四三个同伴劝他也劝的不好 也没办法 就没有办法减轻约伯的痛苦 就是他的丧失的痛苦 还有他身上的疾病的这种折磨 这种痛苦等等 还有他的这个不理解痛苦 你要仔细分析 约伯的抱怨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个方面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后来就说话 上帝就跟约伯说了一通话 而且上帝说的话 一点也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 一点也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 而且上帝都是用反问句 哎呀我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 我跟那个马和那个给鸟有饭吃的时候 你在哪 看见没有 就是上帝说完话以后 约伯顿时开始认罪悔改 而且也不苦了 觉得很好了 所以你看见没有 约伯当时他的处境改了没有 没有 约伯是心境先改了以后 他的处境后来才改 所以你看见没有 所以约伯的苦其实不是环境本身造成的苦 而是环境 在这个环境的刺激下 他思想中的 就是他觉得他受的苦没有意义 说穿了就是 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受这些苦 到底是为什么 最终为什么就是 虽然他的环境没有改变 上帝跟他说完话了就好了 所以当时呢没有圣经 所以上帝呢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跟约伯讲话 但是约伯很清楚是上帝跟他说话了 现在我们其实如果一个人 他在上帝 他在这个生活中遇到很大很大的困境 他很痛苦像约伯一样的话 最后是什么 上帝怎么跟他说话 就是借着圣经和圣明 当他终于明白是上帝跟他说话 他明白他受苦的意义的时候 其实他的环境不一定改变 但是他的痛苦就会没有了 看见没有 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跟约伯说完话以后 约伯他就没痛苦了 当然后来上帝改变了他的处境 但是他的心境是在处境改变之前就改变了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 昨天我们其实也讲到这个 我昨天跟你们稍微分析了一点 以后我们有机会 我特别跟你分析一下 以利亚的症状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典型的这种双向 一会儿狂躁 一会儿抑郁的这种用 按照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心理学家的这种描述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当以利亚陷入这个绝对的抑郁的时候 他非常痛苦 他非常痛苦 然后他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就自己一个人躲在那个山洞里面 结果上帝跟他说完话以后 上帝说什么 哎呀上帝说你别以为就你一个 我还为自己保持那七千人呢 是不是 所以呢上帝跟以利亚 说完话以后以利亚 一点也不难过了 你说他的处境改变没有 没有 看见没有 他的处境一点也没有改变 而且他一不再自圆自连 上帝喊他起来吧 起来干活 然后他又走了四十天的路 他一共就起来 然后就开始做事 然后你看他的心境就完全就改变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 你看新约圣经在耶稣升天以后 这个没多久 你看《使徒行传》你就发现 这个罗马帝国就开始对基督徒的大帝国开始 然后如果你了解历史 基督教的这个历史 你会发现早期的基督徒真的是 家人被卖为奴地 自己被卖为奴地 扔到狮子坑里面 或者去就是 或者去就是说是 就像个蜡烛一样 绑在棍子上面点 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为什么新约圣经 过一下主耶稣要谈谈末日 为什么 因为谈末日的时候帮助我们人 你知道我们人 我们对比苦不苦干什么 我们都有个坐标 你知道学数学你就知道 你画坐标的话 你可以画得很大 可以画得很小 看你的坐标是选怎么样的坐标系 说穿了就这样 就是你的参照物 其实上帝为什么不停地跟我们谈末日 你知道整本圣经 他差不多三分之一写出来的时候 都是在谈圣经那一部分写的 以后发生的事 OK为什么 他就是帮助你让你看见 受苦是有出路的 是有盼望的 让你换一个坐标 站在上帝的历程上 在看受 看见没有 所以你发现没有 我们之所以困境 有困境 但是困境中觉得苦 之所以觉得苦 其实都是我们世界观的问题 看见没有 都是我的世界观 没有被圣经真理所改变 所致 我的参照物 然后我看世界中的因果关系 不符合圣经所致 这就是为什么 同样的困境中 两个不同的人 如果他们的世界观不一样 他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看见没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一般的人来找我们辅导 他可能都会觉得 我们帮他想个什么办法 把他的处境改变一下 其实我们多半的时候 我们都是帮助他 除非他的处境 实在是很恶劣 可以变 但是多半的时候是变不了 我们都是帮助他 能够站在上帝的立场 用上帝符合圣经的世界观 能够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当他的世界观改变了以后 当他看见痛苦中 他不孤独 痛苦中有意义 痛苦是有出路的 其实他就 他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 好 这句话我用过好多次 其实很多基督徒伟人 都说过那次的话 我再说一下 英国的 美国的那个著名的神学家 这个哲学家 Jonathan Edwards 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人头脑中的想法和形象 是不断支配他们的无形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思想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怎么看待世界 其实是有非常巨大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专权 现在美国也是这样 专权的这些人 他们拼命的控制你的是非标准 他拼命要给你设一套不同的是非标准 他也拼命的控制真相 为什么 他就是要把你的大脑装垃圾 然后这样他才能把你变成渔民 因为他知道 如果你的头脑 你的标准很正确 你的信息很正确的话 你是坚不可摧的 真的 我们人脑中的这个认识 这个看见 这个世界观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好 所以呢 那我就从这个约瑟的故事中 我来分析一下 从五点来看约瑟的故事中 这个在困境中 我们怎么样看见上帝的美意 看见上帝更高的呼召 能够站在圣经的立脚点 不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脚点 能够跳出自我中心 能够站在上帝的立脚点 重新看待困境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会从五点 第一就是困境 其实是你成长的加速班 它是有意义 是有出路的 第二 在困境中 其实我并不孤独 第三 整个人类历史 就是上帝的一出大戏 我这是大戏中的一个配角 如果你知道这一点 你就会发现 天塌不了的 你不会承担 你受不了的重担 你只是上帝大戏中的一个配角 因为上帝是主角 第四是困境 他一定是祝福 如果你的世界观正确的话 你会发现困境一定是祝福 但是呢 我只是祝福的管道 我不是祝福的终端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上帝的祝福 从我留过 滋润我了 还要留到下面 其他人的 不是说到我这就为止了 第五就是 如果我们有署名的视角的话 会帮助我们制约苦毒的 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经过痛苦以后 很大的麻烦就是不饶恕 有非常大的苦毒 如果你看明白这一点 你就不会有苦毒 你就会觉得很滑稽 人家上帝用 人家成全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有苦毒了 是不是 我们第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困境式成长的加速班 中国人太把读书当回事了 所以我们的孩子 我们恨不得他很小就去上奥速班 上各种各样的加速班 唯一不想上的 是我们属灵的加速班 你看见没有 我们中国基督徒 美国基督徒也差不多 但是因为我是在跟中国人讲 我就说 中国基督徒 所有的东西 你都想急功近利 你都想快时间 活得最高的利益 唯有一点是你不愿意的 就是在属灵的上面 你最不愿意急功近利 我告诉你 属灵上急功近利 属灵上的加速班是什么 就是受苦 没有其他的办法 让你能够在灵里面快速成长 属灵里面快速成长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受苦 当然不是你自己自找苦吃 不是 绝对不是 自找苦吃 这个你是在自己扮演上帝 而是当上帝 允许你把苦难 降在你的生活中的时候 你又没有办法脱离 这个苦难的时候 你要明白 这是上帝要大大的造就 要快速的造就 这是大好事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 你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而且你祷告的方式 也会改变 你就想想 约瑟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 他在家是霸宝男 你知道他17岁以前 那个年代 那个时代的人 所有人都穿单色的 灰不溜秋的衣服 就他一个人穿彩色的衣服 那比现在 你开500万 1000万的豪车 你背100万的小皮包 还要厉害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开1000万的车 不是你一个人开 可能还有不少其他的人 明白吗 约瑟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家是大富豪 是上帝祝福的大富豪 而且就他一个人 穿彩色的衣服 就是他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的 也就是说 你说他又是宝贝 他又是他们家的脑氏期 他有10个脑氏医 他有10个哥哥 还别说他有多少个姐姐 我们不知道 圣经没有记载 我们只知道他有10个哥哥 你看他多宝贝 所以如果他有10个哥哥 在家里培养领袖 能得上他吗 绝对能不能上他吗 是不是 做事承担重任的 可能都是他的哥哥们 是不是 能不上他 是不是 而且家里还有那么多佣人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 如果不是上帝 让他的哥哥 把他卖到埃及为庐 把他从他的原生家庭中 一下子拔出来 扔到一个这么恶劣的 异教的 异文化 异文字 异语言的一个环境中 你说他能够在这么短 13年之内 从一个霸宝男 变成一个这么有管理才能的宰相吗 记住 埃及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 埃及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你说他怎么可能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他的这个困境 就是说这个困境就是他的加速班 是他的快班 是我们中国人最羡慕的快班 记住 鼠宁的功课 如果想快速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受苦的时候 安安静静的 这是上 这是最快的鼠宁成长的 OK 好 然后呢 他不是最后又被诬陷了吗 就被扔到监牢里 你去想想 如果他不扔到监牢里 他怎么可能扔得久证呢 明白吗 因为他这是 记住这是法老的护卫长的这个监牢 里面关的都是当时的高官 这比中国的秦城监狱 他还厉害 明白吗 所以他 而且他在监牢里面 他的这个主子 护卫长 让他管理其他的囚犯 所以他刚开始在护卫长家里 他就学习 不光学习埃及文化 埃及语言 他也学习怎么管理埃及人 一般的埃及人 是不是 他了解埃及人 然后他在护卫长的监牢里面 他又学习怎么管理埃及人的官员 否则的话 你说最后上帝把他提拔出来 让他做了埃及宰相 你说他 他怎么做事 是不是 他必须要 他如果他的能力不配他的位置 他怎么做事 所以上帝就是在这13年的时间内 用这个重压 逼着他 让他快速的13年内学人家 可能100年也学不到的功课 这不就是绝对的是属灵的这个快班吗 你说 是不是 所以看见没有 这个属灵的快班是靠着吃苦出来的 好 如果九镇 你是不是九镇当时他跟九镇解梦了 九镇就把他忘了吗 忘了两年 幸亏九镇把他忘了 你说如果九镇当时一出去就赶紧跟发老说 说那个人呢 他也没罪 挺能干的 很会算命的 挺会看梦的 解梦的 然后呢 你把他放了吧 然后如果当时九镇把他放出来 你说他要出来干啥 那个时候28岁 他年轻逆壮的 他大概卷着铺杆 他就回他的加兰地了 是不是 回加兰地结果会什么 有可能跟他家人一起就饿死了 是不是 法老到时候突然又要解梦 在哪找他呀 怎么找得着他吗 是不是 所以你看见没有 这都是在这个过程中 都是 都是 都是就是说是 他都是所有的这困境 看着是 从他的眼光看 如果他很自我中心的话 都觉得自己很可怜 但是如果你站一个高的立场看 都是有目的的 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有出路的 看见没有 一点不孤单 上帝都就在那 然后呢 假如没有七年饥荒 如果你想想七年饥荒 假如没有七年饥荒 那约瑟怎么会脱颖而出呢 法老就不需要他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见没有 所以你看见没有 我们基督徒 当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 我就是这一块 不规矩的一个 长得 这多一块 那戳一块的那种石头 上帝呢 要把我这个石头 把我用一个 用一个枣子 用一个枣子呢 用一个锤子呢 要把它锤成一个方方正正 来建上帝的殿 来建上帝的殿 把我锤成一个这样的石 一个石头 你明白吗 所以呢 我就是那个基督徒 我把自己交给上帝 然后呢 上帝就拿一个很厉害的 这个枣子 就实际着敲 你知道这个枣子是什么 枣子就是 就是折磨你的其他的人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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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环境 你知道我们一般的基督徒 我们怎么祷告 哎呦 上帝啊 哎呦 我太难受了 哎呦 兄弟把我的环境改变一下 把我生活中 那个很难缠的人 跟他改一改 或者把他拿去 我烦死了 你看我们一般的人 是不是这样祷告 是不是 你这个祷告的方式 就不对 你知道吗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 就是用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枣子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枣子 要把你修炼成 他要的人 所以你 为什么 烦那个人 因为你的眼睛 只盯着那个枣子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 你看那个锤子 是在谁的手中 是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就会换一种 祷告的方式 所以呢 你知道每次 我遇到困境的时候 虽然我很难受 所以我会像这样祷告 主啊 求你让我看见 你现在开始跟我 要跟我上快班 要让我快点成长 你要把我变成个啥样子 借着这周围 这难受的人 难受的环境 那你让我赶紧看见 我跟你赶紧配合 咱们俩一起配合 一起努力 我在你面前顺服 你迅速把我身上 那个多余的那一块 把它给切掉 虽然很难受 但是呢 如果我换一个角度看 那就没那么难受了 是不是 只要我愿意 让你修改的话 你看见没有 你的角度不一样 你祷告的内容 是完全不一样 看见没有 这就是罗马书 八章二十八节说的 说我们晓得万事 互相效力 这个万事 包括你的 你身上的那种刺 折磨你的人 或者折磨你的环境 为什么 因为上帝 他的目的是要 把你变成 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 如果你很悖念 你不顺服上帝 你就偏要跟上帝对着干 你要把你周围的这个环境 你要逃脱他 你要把他扔掉 如果我跟你说 如果上帝 任凭你 其实你很倒霉 上帝就说 OK 你爱怎么着 怎么着 为什么 那说明上帝觉得 你是个废材料 他把你扔了 这个是最可怕 我跟你说 上帝对人 对活人 最大的惩罚 就是任凭他 任凭他 一直走到黑 下到地狱 如果上帝爱你 他拣选了你 你在扭啊扭啊扭 硬是把你生活的 那个沼子 那个折磨你的那个人或环境 给他 给他扭掉了 上帝就说 嗯 这个 这个玩石实在太顽固了 说明这个东西还 这个工具还不够尖锐 咱换一个更加厉害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为什么 你人生的怒 其实是越来越难走 为什么 如果你得罪了你的父母 比较容易饶恕你 如果你得罪了 你的配偶相对来讲难一点饶恕 以后你如果你得罪了 你的女婿啊 你的儿媳妇 其实更难饶恕 你发现没有 就是你往人生的路 越往后越难走 所以你早点学乖一点 就跟上帝配合 就是他借着困境来修理你的时候 你要赶紧问他 主啊 这是个苏晨班 你想让我在这个地方 哪一点让我变得像耶稣基督 当你站在更高的立场 看这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 你就舒服很多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 是不是 我们第一堂课 我们讲了这个 与耶稣的同在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这个地方 其实第二节他也讲到 他说 凡数我结果子的 他就修剪干净 你种个果树 你知道 你的果 你的枝子是要修剪的 修剪的 拿个剪刀 把那多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把它剪下来 对于树来讲 痛不痛 一定痛啊 他如果能说话 如果他有神经 他告诉你很痛啊 是不是 所以修剪树 跟修剪这个石头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石头会说话 如果他身上有神经 他一定会痛的呀 是不是 但是只要你明白 拿着这个杂子 拿着这个锤子的是上帝他自己 你就知道 他一定不会 他下手不会过分的 他会恰到好处的 好 好 我们刚才讲的第一 现在我们讲第二点 在困境中 我并不孤独 就像上帝 跟那个伊利亚说的 我还有七千人 又不是你一个人 是不是 然后上帝呢 他困境中 为什么让你觉得很孤独 其实你并不孤独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你的注目 都在人或者物 都在偶像身上 那些东西 因为你就想想 当你失去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已经严重 影响你的情绪 影响你的思维 影响你的睡眠的时候 其实那个东西 就成了你的偶像 他是上帝的替代物 上帝因为他爱你 他不想让你抱着你的偶像 他就一把把你的偶像 抽出来扔了 所以你就痛苦吧 是不是 那个偶像有可能是好的东西 比方说你爱你的父母 最近就有一个姊妹 就跟我说 他的父亲突然过世了 他痛苦万分 等等等等 你看见没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上帝呢 会借着困境 扔掉我们曾经的 拔出来 扔掉我们曾经依赖的偶像 如果你能够站在上帝的逆场 你这个偶像突然被拿走 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工作 可能是你的钱 肯定是你的健康 肯定是你生活中 你很爱的某一个人 或者是你的配偶 或者是你的子女 或者是你的父母 上帝突然把他拿走 以至于你痛苦的 痛苦不堪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你要换个逆场广告 主啊 你要换一个逆场来祷告 求上帝让你把注意力转移到上帝身上 然后求上帝帮助你 说主啊 真的求你怜悯我 以前我真的 那个是我的偶像 我知道你现在把偶像拿去 我并不孤独 为什么 因为主啊 你拿走的你亲自来代替 记住 上帝从你生活中拿走的任何东西 他亲自来代替 我们之所以还是那么痛苦 是因为我不想要上帝来代替我的偶像 我就是要我的偶像 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发现没有 他说穿了还是你世界观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你还是要改 看见没有 上帝重用的 圣经中 上帝重用的属灵伟人的生命中 都经历过旷野的孤独 也就是说都经历过上帝 把他们的心中所依赖的偶像 突然间把他拔走 然后上帝自己来取代的 这个 这种经历 你看看摩西 你知道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放羊 把他以前在埃及 他认为自己有权有势 有能力 把这个他对自己的这种依赖 全部把它拿去 以利亚也经过旷野 就是他三年 这个饥荒的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 然后耶利米 更是这样 你看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经常哭诉 他虽然住在人群中 但是因为他被他的国家 妥卫 耶利米按照我们现在的 罪名 看耶利米 他当时就是个大卖国贼 耶利米是大卖国贼 因为他得罪了 当时的政府 政权 以及当时所有的宗教领袖 他其实是卖国贼 耶稣也是这样 耶稣在旷野的四十天 不光在旷野的四十天 其实他在地上生活那么多年 有多少人真正的理解他 没有的 就是后来圣灵 他复活升天 以后 圣灵下降以后 才带领他的这些跟从者 慢慢的明白 他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耶稣 其实是非常孤独的 只有上帝天父亲自与他同在 其他的人在他旁边 其实并不理解他 我们经历过孤独的人 我们知道 有时候你孤独的时候 你旁边即使有人 他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你孤独的 孤独的那种感觉 所以记住 上帝有时候让你孤独的目的 不是有时候 绝大部分时候让你孤独的目的 是要拿去你的偶像 因为上帝想自己来成为你的唯一 你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这么痛苦 是因为你不愿意 你不要上帝来取代你的偶像 你就是想要你的偶像 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好 如果上帝真的觉得你需要人的时候 他一定会派人来的 OK 他一定会派人来的 感觉不到怎么办 我待会再讲这 好 困境中我并不孤独 圣经上说的很清楚 耶稣他体恤你 他体恤你 而且其他人也经历过 世界上并不是你一个人经历 我刚才已经说了 所有上帝真正要用的 跟随上帝的 上帝要逃造的人 所有的人 在他的生命的经历中 都经历过旷野的孤独 OK 这就为什么 您前十章十三节说 你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无非人所能受受的 就是一般的人 很多人都受过 不是你一个人 只不过可能在 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地点 在你那个小范围内 你觉得就你一个人在受 其实在 人类历史上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 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环境 其实都受了 以不同的方式 都受过 OK 而且上帝 在你受不了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你开个出路 很多人都说 那我感觉我受不了了呀 跟你讲 这就是你的问题 因为你依靠感觉 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依靠圣经真理 所以呢 依靠感觉 这就是我们反复的强调 你要把注意力 从你的感觉移开 放在神的真理上 待会我们再讲 感觉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约瑟 约瑟孤不孤单 刚开始把他 带到埃及 你就想想 他那一沿途走 然后带到埃及 语言又不通 然后去了以后 17岁嘛 可能胡子还没长起来 但是不管怎样 就是说 去了以后 整个生活环境 衣着 饮食 所有东西 而且去了 肯定是从最低层的 独立开始做起嘛 你说他孤不孤独 他是很孤独 但是上帝与他同在 也就是说 他的世界观调整的非常快 他没有自圆自绵 然后没有就那样坐在那 舔着自己的伤口 而是他很快 他就转向 知道了 他现在靠任何东西都靠不住了 他只有靠上帝 所以他寻求 上帝同在 他寻求于上帝同在 你可能说 那他感觉上帝与他同在 我没有感觉 上帝 当你寻求与上帝同在时 当你按照上帝的方式 寻求与上帝同在 这个我们第一堂可以讲了 怎么样与上帝同在 当你按照上帝的方式 寻求与上帝同在 圣经上 应许上帝一定跟你同在 这是四十不是你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就稍微讲一下 当感觉与四十不符合怎么办 那就修整你的感觉 你知道我们的 我们长时间在这个异教文化中 长大的人 因为我们没有绝对的标准 所以我们都自然而然 把我们的感觉当作绝对的标准 这是非常非常错误 我就给你打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感觉是很不靠谱的 感觉也不是中性的 因为我们活在罪恶当中 我们的感觉也是错的 你知道如果你开了一辆 二十年的老破车 整个车都在响 我也哪怕不响 OK 你知道你的车呢 它的引擎 它是有显示灯的 然后它的闸也是有显示灯的 最后呢因为这个车它全坏了 它的显示灯也坏了 OK 比方说你开着开着车 它哐当哐当响 然后你发现那个引擎的灯亮了 引擎的灯亮了以后 你是不是就直接开到那个修车厂 让人家把你引擎换了 我相信你稍微有一点智慧 或者修车厂的人稍微有点智慧 就不会这样的 它会检查一下你的引擎是不是坏了 这个灯亮了 这个引擎的显示灯亮了以后 它会做 它会 当然会检查一下引擎 看引擎坏了没有 它也会检查一下这个引擎的这个显示灯 看它是不是也坏了 所以你看见没有 我们整个人活在罪恶的环境中 虽然我得救了 但是我的很多罪恶的习惯还在我身上 包括我的感觉 明白我的意思吗 它就像个显示灯亮 它也坏了 你的感觉也坏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啊 我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是把我的感觉当作是绝对的标准 你在这个罪恶的环境中 从小养成的这些感觉 其实它也是错的 就打个很简单的再打个比方 我刚才讲的这个车的比方 这个显示灯它也是错的 它也不靠谱的 明白吗 如果你是一个孩子 你的妈妈 你的父母 他又有爱 又有真理 又讲信实 这是做父母最重要的三个品格 也是上帝的三个品格 爱 公义 和信实 爱 公义 和信实 所以你的妈妈对你 她是个世界上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父母亲 然后呢 你就偷东西 很被灭 然后呢 你不听话 他把你抓起来 你不悔改 把你狠狠的揍了一顿 你刚挨打以后 因为你才小啊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 你当然知道他为什么做你 但是你不是全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背后的这所有的这些真理嘛 他打你 你当时你刚刚挨打的时候 那种感觉 跟他有一天突然 给你买了你最想要的东西 又给了你很多钱的感觉 是不是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嘛 是不是 但是站在你的父母的立场上 他给你钱 给你买东西 那个时候 他对你的爱 对你的感情 跟他打你的屁股的时候 他的感情应该是一样的 他只是说 他的这个品格 在你不同的表现 不同的情况下 他的表现方式不同吧 但是其实他对你的爱 对你的关注是一样的 是不是 但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为什么 感觉是非常不靠谱的 这就为什么 当你在困境中 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的时候 你感觉到你自己很孤独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你修理你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跟你自己说 这个感觉不靠谱 上帝居然说了 他与我同在 他现在就一定与我同在 那我的感觉现在不行 那我趁着上帝 他应许我与我同在 他要我按照他的方式做 他就与我同在 我都做了 所以现在他就与我同在 但是我感觉不对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我这感觉不对 我这个显示灯有问题 那我现在把显示灯修一修 看见没有 但是一般的人就不这样了 一般的基督徒就说 那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感觉是对的 你感觉在世界上 被玷污了那么几十年了 你怎么把它 就当个绝对的标准 是不是 所以你要引导你的感觉 基督徒必须要引导自己的感觉 这其实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讲 与神同在的其中一个 一个这个要点 就是我们必须 除了引导我们的三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以后 我们也必须引导我们的感觉 好 第四 那第三点 我们现在讲困境中 其实我只是上帝大戏中的一个配角 我会越过那个 我时间否则来不及了 好 我读一段圣经 你知道我上次我也讲的 好 我们读圣经中这种小说题材 解禁的原则 是要看圣经中对他有没有评论 其实约瑟的故事 圣经中有非常多的评论 我就读一段圣经对他的评论 这就是我们解禁 最棒最好的解禁 使徒寻战第七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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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徒 对这一段的注视 他说 先知 妒忌 约瑟 把他卖到埃及去 神 却与他同在 就他脱离 一切的 我看一下是哪一段 OK 对不起 我用这一段解释 这两段其实差不多 车重点不一样 好 我读诗篇 这也是 这是差不多一百 一千年以后 对这个 约瑟的这个故事的注视 好 我们来读 他就是上帝 上帝命饥荒降在那地 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 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 约瑟被卖入卢谱 人用铁疗伤他的脚 他被铁链 捆居 耶华的话试验 试念他 直到他所说的一面 王打发人 把他解开 就是治理众民的 把他释放 立他做王家之主 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使他随意捆绑他的承载 将智慧叫到他的长老 以色列也到了埃及 雅各在寒地居住 耶华使他的百姓 生养众多 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们 并用诡计 带他的夫人 看到这一段你就会发现 人作恶 是人自己要作恶 OK 但是呢 有时候人作恶 上帝是可以难阻 人作恶 但有时候呢 人作恶 上帝故意不难阻 任凭他们 是为了 上帝为了借着人的恶 成就他自己的大计划 因为上帝在人类历史上 一直在演一出大戏 这个出大戏 上帝是导演 上帝是主角 我们只是一个配角 人再坏再恶 人的恶是不可能难阻 上帝的计划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 表面看是约瑟的 哥哥们把他卖了 但是圣经上说得非常清楚 是上帝打怕他去的 上帝完全可以难阻 他的哥哥们作恶 但上帝没有难阻 比方说 难阻很容易难阻 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 他的大哥 犹大 大哥 这个 大哥这个 这个牛便 牛便本来是 要救他准备把他扔到坑里面 放一放 然后待会把他带回去 为什么就大哥 那个时候突然就走了呢 那肯定上帝把大哥 打发走了呀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大哥不走 他是不是也不会被卖 也不会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见没有 就是上帝 其实上帝在背后 导演着所有的东西 虽然人作恶 是自己来做 OK 这两个 这两个是并行的 记住 上帝 他是掌管一切 虽然他允许人作恶 人作恶 完全是自己的 这个说实话 这个是超越我们人的 这个逻辑思想的 我们人总是想 那上帝跟人 他百分之 他负责百分之八十二 我负责百分之十八 不是这样的 人的地上的逻辑 才是上帝的贡献 跟人的贡献 将起来 加起来是百分之百 不是 圣经的这个逻辑 这个因为上帝 是在不同的维度 所以他对万事的负责 是百分之百 我们人对自己的恶 负责也是百分之百 是并行的 这是超越你的 就是上帝的主权 跟人的这个贡献 是两个在不同维度的话 是你超越你的理解能力 所以你也不要企图 把它搞清楚 我就跟你说一个 简单的例子 你就以后就 就按照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不是说 你搞明白 是告诉你 你不搞明白 你就凭信心接受就行了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素学领域 在平面中 就是两维空间中 有两条线 它不平行 它就交叉 如果你是两维空间中的 一个点 你就看这两条线 你就觉得它不平行 它就一定要交叉 你的逻辑 你的思维 你永远也想不清楚 两条线 它怎么不平行 它又不像交 但是呢 你躺在这个平面上面 空中有两条线 它就是 它又可以不平行 又可以不像交 然后你就想不通 然后你就认为它是错的 不是它是错的 是因为它超越你的理解能力 明白这一点吗 所以这就为什么 现在你就按照圣经的这个启示 接受 就是上帝 掌管一切 百分之百 但人对自己的恶 也是百分之一百的负责任 你就别在那拼命的算 如果上帝负责任百分之八十 我是否要负责任 只负责百分之二十 不是因为超过你的理解能力 就这样 按照信心接受就行了 所以呢 上帝是大戏中的这个导演 我只是一个配奖 你就想想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 你就想想这所有的细节就是这样 你看看 上帝在上演一个什么戏剧 你还记得当时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 上帝就是上帝跟那个 亚伯拉罕利约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昏昏的就睡着了吗 是不是 睡着了以后呢 上帝当时说过一句话 上帝说呀 你看看 虽然当时亚伯拉罕利约孩子都没有了 上帝说这地啊 这加兰地这以后都给你的后代 这现在这些人呢 先不把他干掉 这加兰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没有恶观满盈 也就是说过四代 四百年以后 我就把他们干掉 看见没有 上帝脑子就开始 把这个台词这个计划 就跟亚伯拉罕说了 然后上帝就开始 一步一步的就按照他的计划做 这就说明上帝是信誓的上帝 也是公义的 为什么 因为人家 加兰人没有恶观满盈 所以你们老说 就于怎么 上帝禁杀人呢 看不出他的慈爱 够慈爱了 给加兰人四百年悔改 是不是 四百年了 四百年悔改 但不悔改 越变越恶 最后就恶观满盈了 好 所以呢 以色列人呢 就住在加兰地 慢慢的人多了 慢慢的人多了 你会发现 创世纪三十七章是讲越色 三十九章讲越色 突然间出了一个三十八章 讲什么 讲犹大 圣经真是妙啊 真的妙啊 他就是他的这些 他的所有的这些文字 记载这些故事 包括前后顺序 他都是有目的的 他为什么突然记载犹大了 因为你知道 耶稣是从犹大这个分支出来的 犹大是老四 而且他的名字是赞美 他前面三个哥哥的名字 其实都没他的好 就第四个名字 他妈才突然间 记得要赞美上帝了 前面都是勾心斗角 在那针锋吃臭的那种名字 就是第四个 犹大是赞美上帝 而且犹大是耶稣的这个先人 就是耶稣从这一个分支出来的 结果犹大 跟迦南人通婚 他不光他跟迦南人通婚 他孙了孩子 那孩子坏得不得了啊 脑大脑二都是坏极了 上帝就把他老大脑全干掉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说这一段 因为上帝让我们看见 上帝说的非常清楚 你在迦南地住 你一定不能跟迦南地人通婚 一通婚最后你就被童话了 你就失去你的信仰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就为什么三十八章就在这个地方 目的是要我们看见 为什么上帝决定 提前派约瑟去埃及 然后把以色列人都带出来 为什么 因为加兰人是很坏 但是还没有到恶观满盈 还没有把他们干掉的时候 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人现在不能再住加兰 你再住你就被他童话了 明白吗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好 第三十七章完了 三十八章讲这个 这个犹大的故事 然后三十九章就又开始就就讲这个 这个以色列 然后以色列就让他带到埃及 你说为什么带埃及不让他留在迦南 因为他在加兰他已经开始跟人家跟人家通婚了 是不是 但是他到埃及去 他就不可能通婚 为什么 因为埃及的是个大国 明白吗 是个大国 是当时的美国 是最繁华的国家 明白吗 而且他非常鄙视犹太这个游牧民族的这些文化 因为他鄙视你 他当然就不会跟你通婚嘛 是不是 而且他鄙视你有一个好处 你就 当时这个约瑟就说你们告诉他我们是牧羊人 牧羊人是什么意思 就让他厌恶你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我就 我就把你分配到远远的离他们的这个文化中心 比较远的地方 这样你就不会被童话吗 而且那个地方土地肥沃 你也正好可以牧羊吗 看见没有 你看上帝是一个 是有一个大的一副大器 而且他保住 保住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 他才能够就是把人类的这个救恩 耶稣基督诞生出来 所以你看见没有 这是一幅非常大的大戏 我们人呢 为什么我们经常苦啊 就是我太自我中心了 我认为我是宇宙的最重要的主角 说穿的就这么回事 如果你想明白 你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角色的话 你就不会那么 这么狠狠唧唧的一天到晚 觉得自己了不起 难受 就自己最最最最倒霉 看见没有 所以呢 所以你看见这个 这一出大戏的话 就是说是 他是非常非常妙的 然后呢 你再想 你说上帝这个约瑟最后就是明白这一点 他就没有苦毒 明白吗 他就心平气和的看着一切 为什么 因为他站在上帝的立场看着 所以你想想 当时这个他的大哥走了 所以他的那个四哥呢 就是尤大 尤大就也比较心善一点 就是咱们不杀 他怎么把他卖了吧 是不是 卖了呢 你想想 他卖他的话 那当时那些商队 你知道商队他是米店和这个伊什玛丽的商队 住在那个北边那一块 这个我看一下 在东北角那边 商队呢 他他两个方向走啊 是不是 因为他商队就这边货运到那边 那边的货运到这边 他那个商队那天 他正好是往埃及走 如果他反方向走 他不就 他就 他就没这出戏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是不是上帝的计划 是不是 是不是 而且卖呢 他也真会卖 你说他随便卖个其他的有钱人 有这出戏吗 他没有 他就卖到这个法老的 整个埃及那么大个国家 只有一个人 上帝只有用那一个人 才能把约瑟带到他后来的关系 这个人必须是这个护卫长 就是说是这个法老的这个 他的这个提升保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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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的团长 只有卖给他 为什么 因为只有他家里的奸脑 才是官法老的这些官员的 明白吗 而且只有他特别忙碌 他的太太才在家闲着没事 所以就要勾引人了 而且幸亏他的太太勾引约瑟 看见没有 如果他不勾引的话 约瑟也没有机会 就要那个那个监脑里面去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上帝的一出大戏 但是呢 如果你在里面 你的心很刚硬 你就想着自己的苦 你不愿意看其他的东西的话 你就没办法就是超越 我们辅导中经常是 我们帮助你引导 你看见上帝的大戏 有的人他就心里刚硬了 他就不拒绝看 他就自我中心 不停的舔自己的伤口 就不愿意抬头看其他的东西 这样你就会痛苦 是不是 OK 所以你看约瑟 约瑟他就看见了 他在39岁 他的哥哥们来见他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 自忧自恨 是不是他的哥哥们卖的 是的呀 他说 这是神差 我在你们以前来的 我要保全生命 所以你看见没有 约瑟真的是有一个符合圣经真理的世界观 他就是他相信他自己是百分之百被上帝拆遣到这来的 当然他也相信是他的哥哥们的恶 也是百分之百 他的哥哥们把这把他卖到这了 你看见没有 所以他的这个世界观是非常符合圣经的 看见没有 他是非常符合圣经 他没有说 哎呀 上帝负责百分之多少 你们负责百分之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是因为 我们稍微学了一点人的这些科学 这些人的这个框框套套 我就死想把上帝也放在我人的框框套套里面 这就为什么我想不通吧 为什么你人的框框套套太有限了 所以就不要把上帝的事 用到框框套套里面 你就用按照圣经上说的 按照他的字面的意思 接纳就行了 OK 好 所以你看约瑟因为他看见这一点 他看见他明白 他只是上帝这个大戏中的一个配角 所以他演戏他就不砸场 你是不是 如果你在一个大戏里面 你是个配角 然后你在上面你冒充主角 你在上面瞎闹 你说那个导演咋办 一切怎么能粘下去 不要你了 换一个人演就行了 是不是 他不巴结你 是不是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就这样 我们是个配角 我就耍脾气 我就死就在那儿 不依不饶的 你自己也难受 你周围的人也难受 是不是 好 我快讲 我抱歉 我有的没办法讲那么多我的事 好 我这个我就先 好了 好 看到第三点完了以后 我相信你应该被说服了 希望你被说服了 苦难是不是祝福 苦难就是你上的快班吗 再说一遍 我们中国人做什么都想急功近利啊 都想上快班啊 苦难就是你属灵成长的最好的快班 你却不想上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你就知道 哎呀 所以这就会是什么 你知道我风平浪静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 所以每次我生活中出了点难子 我就激动的不得了 我是说 我要跟你一起看看 你这次要跟我上什么快班 让我学什么功课 看见没有 你有这个看见 你真的你就是力量 上帝在你里面 他的力量就是巨大的 你是记住你是 苦难是祝福 但是呢 你只是祝福的管道 你不是祝福的终端 当然你是祝福的管道 那祝福从你这经过 也把你滋润的好得很 让你很愉悦 让你觉得很有目的 很有意义 然后感觉得上帝的同在 是不是 但是你这个祝福 不能停在你这 一定要给上帝要你给的 周遭的人 所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约瑟怎么看见 在创世纪50章 约瑟对他们说 对他们就他的哥哥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 安慰他们 看这段 你看约瑟的世界观 多么符合圣经真理 那时还没有圣经呢 想想 那时还没有圣经呢 所以你现在读圣经 你看了这个 你的世界观 更应该符合圣经真理 是不是 所以约瑟这个地方 他看见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而且上帝负责百分之百 他也承认 他的哥哥们的意思就是坏的 而且他的哥哥们也成就了他这件事的百分之百 看见没有 这两个是并行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但是他 但是呢 你看见没有 约瑟不把他的眼光停留在他哥哥的 他们的责任上面 就是他不用人的眼光 不用 不局限在看人上面 他总是努力看见上帝 要他看见 也就是说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上帝要祝福众人 上帝要借着他祝福众人 他应该在这个祝福中 他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看见没有 这是为什么约瑟 这是上帝很喜欢他 所以呢 约瑟就看见了 他明白 他说上帝其实借着这件事 是要保全 不光是我自己一家的人 也保全 我的这些原生家庭 是不是 所以你们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 就是这样 我们在原生家庭 你受到一点苦 我就恨得咬牙气齿 睡不着觉 甚至弄得得抑郁症 要自杀 这的那的 然后你带他来跳出 自我的这个小圈圈 站在上帝逆场看 很多人他就拒绝 他就简直像个祥林嫂 回来一遍一遍的给你到牢 当然我理解 你困苦的时候到牢 但是你要学习 要学习 这就为什么 反反复跟你说 你需要读圣经 思想圣经 为什么 就是要用圣经的话 要改变驱逐你的原来的这个世界观 看问题的这个方式 要帮助你站在上帝的立场 以上帝的角度来看你这个问题 你就会豁达了 就会明白 所以你看见 就是说 所以约瑟就是他看明白这一点 他就很豁达 他在看他的 他的这些哥哥们 哥哥的孩子们 妻子们 他就非常坦然 所以你就发现 他真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 在看着公帖 他明白 这真的是一场大戏 上帝在主导一切 他只是其中一个角色 上帝的主旋理是救恩 在这个地方是救许多人 在你也是 可能你是你们家的一个受害者 但是你的家庭 整个家庭 可能是非基督徒家庭 也有可能是所谓的基督徒家庭 但是都不按照圣经真理生活的 你在他们中间 你曾经受过非常非常多的苦害 现在你信耶稣了 然后你还苦毒得不得了 你记恨他 你想过没有 你为什么现在到我们群里来了呢 你为什么现在能听到真理呢 还不是因为你以前的苦 鼻子你催鼻子 你受不了了 你来追求真理吗 这不就是好事吗 是不是 如果你的日子过得很悠哉悠哉 很好你还有这个追求真理 追求上帝的心思吗 你看看你的原生家庭 是不是他们都不追求呢 就你追求呢 这难道不是上帝给你的巨大的恩典吗 你为什么还耿耿于怀呢 揪着他们不放呢 虽然他们是本意就是要害你 但是你难道没有在这件事上 看见上帝的意思 原始好的吗 上帝你难道没看见上帝要借着你 拯救你原生家庭 或者以前害你的那些人吗 你为什么就在那个地方 就就就没有办法过这个坎 为什么 因为你要自己做主 你不愿意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做主 看见没有 好 再 那我就 我抱歉 我再说这一个就行了 所以你看见这个 月色 正是因为他看见这一点 所以他在30岁 你记得他 17岁到30岁之间 是生活非常痛苦的 不是非常艰难的 不叫痛苦 不一定痛苦 他没有说他受苦 生活是很艰难的 30岁出来以后 马上结婚 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以后 你看他是怎么跟他的孩子取名 你记住 以色列人取名字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他们都是有纪念性的意义 就把自己的生活中的巨变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孩子的名字当中 所以呢 他给他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字 叫马拉西 马拉西是什么 就是上帝使我忘了一切困苦 和我的 和我父的全家 你知道 饶恕 你饶恕是一个 选择 是一个决定 饶恕不一定是遗忘 但是呢 如果你反反复复的 饶恕的话 最后 你会忘记这件事 所以你可以看见 就是约瑟 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能够 忘记他的困苦和的父的全家 说明他已经在那之前 操练了很久很久的饶恕 饶恕 饶恕 以至于他最后 他能够忘记 一直到他最后见他们的时候 当然他们又勾起他的情绪 如果你经历过这个饶恕的时候 你知道 他这是个反复的过程 有时候他饶恕了 有一些很多重要的事 又勾起你的记忆 但是你再一次的饶恕 再一次的饶恕 所以可以看见这个约瑟 真的是站在 因为他站在上帝的逆场 看这件事的话 就是他选择饶恕 然后最后 这个结果就是 他能够忘记他的困苦 可以第二个孩子 取的名字叫以法年 以法年就是昌盛 就是说 不光能够忘记困苦 忘记富家 对他所做的这一切 而且还使他在昌盛 所以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 你从他孩子的名字 你可以看见 他的心路历程 他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好 我们不是说了吗 就是说他因为这种巨大的痛苦 当这个事被勾起的时候 他还是有情绪的 也就是说他会哭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怎么哭 他都是转身哭 就是他并没有在他的哥哥们面前 发泄他的情绪 我们上帝给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有感觉的 是有情绪的 感觉和情绪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记住 我不能够被我的感觉和情绪 牵着走 你看见没有 约瑟就是 他是有感觉 有情绪 他哭了一场 当然又出来说 安慰他的兄弟们 鼓励他的兄弟们 刚开始他不知道 他们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还想了解一下 看他们是不是认罪悔改了 所以他才用那些计谋去考他们 看他们是不是悔改了 等等等等 所以你看见就是约瑟真的是 他真的是能够从上帝的那场 看待他的一切 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个饶恕 最终达到遗忘 能够有情感和感觉 但不跟着感觉走 好 信心的眼睛 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大计划的时候 真的是他能够帮助我们 制约我们的苦毒 制约我们的苦毒 让我们不纠结 好 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 我讲的困境 借着约瑟的故事 可以让我们看见 困境是我们的加速版 它是有意义 有出路的 困境中 其实我并不孤独 我记住我这是上帝 在人类历史中 大戏中的一个配角 所以我要好好的养 我不要把自己 我不要去摔小姐脾气 以为自己是个主角 OK 困境是祝福 只要我按照上帝的真理 来调整我的世界观 我 但是呢 我不是祝福的终端 我只是祝福的管道 我必须要借着这个困境 上帝造就我以后 我要去祝福他人 好 属灵的世界观 可以帮助 制约 我在困境中 产生的苦毒 所以我们要操练 符合圣经 真理的世界观 要从自我中心 转变为 祝母耶稣 好 好 时间到了 好 谢谢周姐妹 我们这个迅速的上问题 这个请同工 把问题贴上来 如何确认自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有时自己走偏了 但却误以为那是上帝的计划 还钻牛角尖越来越深 这个问题 很好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圣经 圣经呢 这就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 我们这个辅导群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还有 我们有读经群 还有背经群 整本圣经像一个森林 你要对森林 森林有一个全 全群的这个看见 这就为什么 我们鼓励你通读圣经 我自己从 在从1993年到现在 我是每年至少把我的圣经 通读两遍 通读是 你要有个整个的图画 这样的话 不太容易 就是说是 被人误导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 任何人来讲圣经的时候 跟你说圣经上 你自动的 像我自动的 就像放电影 我会把人家跟我说的 圣经上的话 放在我熟悉的 整个圣经的图画里面 我把它掂量一下 看它是不是平衡的 看它是不是平衡的 然后我们也有 背圣经群 背圣经群 就是你拿一节圣经 两节圣经出来 来分析 其实很多 沾流角交 是因为你断章取义的结果 如果你整本圣经 在你头画里面 有一个很清晰的 整体能够 你不太容易 沾流角交 这就为什么 我也反对人 背圣经 一节两节的背 我们一般鼓励你 一张一张的背 为什么 因为就怕你 你这个 拿一两节 因为你知道吗 你拿一两节 引用圣经的话 魔鬼都会呀 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 路加福音第四章 那个魔鬼诱惑耶稣 他不全引用的是圣经吗 是不是 谢谢 这个据说 这两千姐妹 已经读了一百多遍圣经了 没那么多 五六十遍是有的 不过有的书 读了上百遍 我说如果弟兄姐妹 读几十遍圣经 我相信大部分问题 可能就没有了 对 是的 好 下一个问题 妹在婚姻中遭遇各种暴力 丈夫以神所配合的人 不可分开为由 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婚 这是神在用苦难加速造就 姊妹的生命吗 好问题 好问题啊 这是首先说一下 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辅导群里面 多次谈到暴力 家暴的问题 OK 所以呢首先我说一下家暴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坚决反对家暴 马拉基书上面说 这个离弃这个幼年时的妻 以及暴力都是上帝恨恶的 就是圣经亲自说的 所以呢如果姊妹在家暴中 有生命危险 或者有其他的危险的话 我们是鼓励你要迅速采取办法 采取什么办法 就是要寻求帮助你本地的教会 或者你的家庭 或者你的朋友 要帮助你 要回避这件事 好 在我把这个前提说完了以后 我会说一下 姊妹们呢 我们辅导的人中 很多在家暴中 是不愿意离婚的 姊妹自己不愿意离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稍微说几句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姊妹不愿意离婚 不愿意离开的话 我稍微说两句 其实啊 姊妹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 你的先生第一次打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打 多半的人 如果你仔细回忆 你会发现是 多半的是你的 你的丈夫 要么 他原生家庭 都是有暴力取向 那你跟他交往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知道 明白吗 你居然选择跟他结婚 你其实应该有一些心理准备 明白吗 我跟你说实话 我的公公婆婆一家都很暴力 非常暴力 不是一般的暴力 我选择跟他结婚以后 我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 我是非常小心的 以前 我现在结婚都三十好几年了 我从来不会 我平时跟我先生说话很直 什么都说 我一看他的情绪上来 我马上住嘴 而且我就站得离他远远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他打着我 我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发火 我公公婆婆曾经跟我住过一段时间 我也是这样 所以这就为什么 姊妹呢 你是这样 如果你读真言的话 你会发现 真言花了大量的篇幅 讲女人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其实啊 如果你不愿意跟你的丈夫 你要还继续跟他在一起生活的话 你稍微注意第一次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打你 因为这个家暴是这样 越早制止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你的丈夫已经很生气了 他又没有你回说 然后呢 你就近说些话刺激他 刺激他了以后 他非常生气 他跑上来就揍你一顿 揍你一顿以后 一般的姊妹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着 你马上住嘴 你给你的丈夫什么信息 这家伙怎么说的不听 我打他一顿 他就住嘴了 好 打很管用 以后就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其实你等于变相的鼓励他打你 这样他就养成习惯了 这就为什么 我说你要注意 一定不要有第一次开始 如果第一次他开始了以后 以后 比方说你已经养成这个习惯 你又不愿意离婚的话 你要跟他讲 咱们俩现在 你都安静的时候 月发三章 我们要请第三者在场 作为见证人 就是我们俩都信任的 然后说 为什么打 当时为什么打 以后 你再有情绪 我们要以什么办法 如果你再打了 我们要怎么办 就是要把教会的 你信任得了的 信任的这种 属灵的长者请来 你们要坐下来 月发三章 你规矩 下次 如果他很气愤 你在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做什么 如果这件事在发生 你们要用什么办法 明白了 谢谢 我也想请这个姐妹 当这个丈夫冷静的时候 请她思考 身所配合的确实不可分开 但是身所配合的人 是让她用来打的吗 对 是的 下一个问题 对于难相处的朋友 我不断告诉自己 因为神爱我 所以我要爱他 可是他却越来越过分 我好多苦读 怎么办 这个朋友 你要多读真言 真言说了 如果你真的是他的朋友的话 你应该怎么着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其实你应该 等他心平气和的时候 你应该告诉他 他有什么问题 当然你在告诉他之前 应该用按马太福音 第七章一到六节 这个操作的这种智慧 这种不足 首先你检查自己 他那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等 把自己检查完了 想想我的目的是 第一检查自己 我的动机是什么 第二检查 我有没有他那次的问题 第三 你就开始要跟他讲 讲就是说 你为什么那些东西是错的 然后怎么样才能改 这个当跟他讲 怎么样才能改的时候 不就可以引他 到耶稣面前吗 看见没有 如果他拒绝改的话 一次两次 多次的劝说 他再拒绝改的话 那就直接把他 当个目道友了 可以跟他暂时 保持一点距离 因为你看那个马太福音 七章第六节说什么 到最后就是 你就把他当作猪和狗了 但是你对猪狗 你不也很好吗 只是说猪狗的意思 不是说他很劣等 而说他没有人的生命 他不懂人的东西 也就是他没有 如果他真的是 没有属灵的生命 他不懂的话 他就这样 那你就注意 不要被他给拽下去 就行了 对 所以读 再说一下 多读真言 教导你怎么 跟什么样的朋友 打交道 怎么打交道 也读这个 我刚才说的 这种教会纪律 像这个 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六节 好 谢谢 更多的问题呢 我们会把它整理好 放到我们的微信群里 等大会结束以后 再慢慢的回答 而且会跟大家系统的 去分类来回答 我们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然后剩下一点时间呢 我们也想给弟兄姐妹 做一点点的广告 大家这几天相信到我们的这个 辅导群的同工的专题讲座里面 肯定会有得着 我也相信凡是来这里收听的人 都是对此一定是有负担 或者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的亲友 有这方面的需要 但是辅导的同工是非常少的 可以跟大家讲实话 但是辅导的需求呢 是巨量的 怎么办 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的话 真的是希望你可以加入到我们 加入到我们怎么办 我们在我们的聊天里面 有同工申请表 希望你好好祷告 然后如果你自己或者亲友 或者教会有这方面的需要 我们大家加入了这个同工 团队里面 在同工团队里面 得到更好的装备 用这样的装备 再去帮助更多的人 同时自己得到造就 我们最后 请我们整个团队的带领 福分华姐妹 来为所有有志于 为这些人来做服事的 愿意在这方面成为神祝福管道的人 来做祷告 呼召这些弟兄姐妹 勇敢地站出来 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 好 我们那个心低头祷告 天父善地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恩主 我们就把我们今天来听的每一位 弟兄姐妹交在你自己的手中 恩主 求你来赐福 求你来保守 求你让今天的这些真理 能够生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恩主 求你真的是你的福音来改变我们 祝你的圣言来欢转我们的生命 祝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祝福的广告 能够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亲友家人 我们教会的肢体 我们周围的人 祝有需要的人权 祝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求你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呼召 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呼召真的是换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 这样的一个负担换在我们的心里头 主 让我们也是在你面前 当你的呼召领导的时候 我们愿意像以赛亚那样 伏伏在你面前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恩主 我们就 求你 真的是 也是 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 主啊 继续的保守 看过我们 也是我们真是 巴不得有更多弟兄姐妹 能够自己 能够被主 你自己完全得着 也能够愿意成为你 祝福的管道 愿意加入到我们事工中来 跟我们 或者跟我们继续保持联系 能够得到更多的专备 在他们的教会 在事工中来服侍你 主 谢谢你 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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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